大家好,刚才我特别开心,所以在这里录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是Bank of America 我刚才在银行里汇钱 夸张一点说,我在美国买下了第三快递 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的 我又好像大手笔怎么样 大家知道,看过视频的人知道,第一块地实际上是七块荒地 虽然是20 acre那么大 20 acre什么概念,125 我们那个什么村子的面积就这么大 什么之类的 其实在美国,尤其是在北加州 还有中部州,中部平原这一带,彭地这一带 以及加州的东南部方向 多的是地,那不代表什么 地很便宜的,因为美国土地是私有的 它不像中国那样的被政府管控着 然后你根本不可能买 价格也被政府操控着 美国土地的价格是市场控制的 很合理 越靠近城市越贵 越靠近郊区就越便宜 那不通水不通电的地方更便宜 所以第一块地我买来,说实话是 纯粹是在中国憋了很久很久的一个田园梦想 我这个人是心里面有个梦想就一直放心里面 不会说发霉,腐烂就没有了 不会啊,像唐皇一样的,一直压着压着 他早上有天,他又蹦回来的 到了美国,在我老婆的强烈反对下 我还是一意孤行的把那块地买了 结果买了现在,还是空地,没时间啊 因为当时想的第一 是想做农场的啊 想一步到位,实现我的田园梦想啊 懒得跟人接触 因为我觉得,我在视频里说很多遍 因为跟人接触太复杂了 人太复杂了啊 所以过上无忧无虑的这种农场生活 田园生活啊 懒得跟这些人去那个啊 是非太多 但是呢,阴差阳错的啊 没干成农场 搞了装修啊 那块地买了就放在那里 就作为我内心的一个 什么呢 寄托也好,或者说宽慰也好啊 就是每当我想起 我还有一块地在那里 我就很舒服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 情怀吧 土地情怀啊 这是第一块地 第二块地其实也不叫地啊 是那个 买的房子 房地产,房地产嘛 是不是啊 买的房子不就顺带带了土地吗 因为美国的房子和地 都是可以买卖的 所以第二块地 依然不属于这个严格意义的 我买一块地啊 是因为我买一块 是因为我买了一个房 所以呢,顺带就有 这块地啊 那今天买的是什么地呢 它又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 正常的我们 想象的那个可以建房子的地 还不是啊 这块地其实是我 我家隔壁的一块地啊 是一个vacant land啊 就是一块 residential land 是一块空的居住用地啊 但是不知道市政府是怎么规划的啊 这块地的面积 比较小啊 小到好像似乎不太足以 建一个single house 但是这块地就一直花在那里 又在我家隔壁啊 而且还有个大铁门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那块地又不属于我 铁门又没有上锁 那也不是我的财产啊 那别人如果从铁门弯进来 就可以直接从这块地上 绕到我的后院来 我觉得这个不妥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对院子一直有一个情怀啊 所以既然这块地反正也没人要啊 因为这块地干不了什么啊 也没有人跑到这来买块地 什么也干不了啊 所以我就把它并下来 算了啊 我就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啊 很低的啊 我把这个地买下来了啊 其实啥也干不了 最多做一个大工具房啊 其实我是想把这块地用来种菜啊 所以现在即便是加这块地啊 我我我家的面积的占地面积吧 一万尺啊 一万尺我算一下 大概就是一亩三分地啊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亩三分地啊 就是我这个地的面积是一亩三分地还多一点点啊 其实足够我像我这么忙啊 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折腾地的事情啊 所以呢 那有一块地在我在我院子里啊 那只要我有时间啊 不那么忙 我就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啊 种种花啊 种种菜啊 现在足够是可以种果树啊 就如此类吧 挖个鱼池 养养鱼啊 就打发我这些 所谓的这种种植养植的田园的这么一个一个 一个兴趣吧 今年 根据我的计划 我还会继续投资土地和房产啊 下半年我计划 投资土地和房产 然后呢 常设性的做一些微型的啊 还不是小型啊 微型的房地产开发啊 嗯 名字很大气 房地产开发王健林啊 王石啊 其实我是做他们的细菌版啊 都不叫麻雀版 细菌版啊 非常小型的在郊区啊 那种地方 哎 购置一块地不是特别贵的啊 买了以后 给他建个房子啊 然后就把它出租或者出售啊 就干这个活啊 呃 我这个人呢 已经慢慢的磨灭掉了这个赚快钱啊 指望用轻松的方式来赚 赚快钱啊 小本万利这种事情啊 我现在已经很排斥这样的想法啊 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到了后期啊 非常浮躁啊 因为后面说实话 我跟我老婆在中国的时候 做做的互联网生意啊 就是这种很浮夸的东西啊 很不落地 虽然我们短时间内好像 好像能赚一点点钱 其实也不多 一点点钱 只是比平时打工的时候好像多了一点 快了一点啊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根本就 根本就 哎 不道德啊 或者说 不不 不落地啊 不踏实啊 但是中国当时的风气就是这个风气啊 就各行各业都没有人去做实业 做那些来得慢啊 需要积累的东西啊 都是搞那些 说白了 说穿了就是一些外面邪道 说穿了就是一些短平快的东西 我们也喝了一丢丢的 长根冷制的汤啊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东西不好啊 我觉得我愿意去做那些最辛苦的东西啊 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啊 但是以后我我不太会像寄流血账样的在群里汇报 哦二名买了第四块地哦二名买了第五块地哦二名买了第六块地 我应该 不太会这样子啊 呃 因为 这样的记录太无聊了啊 我只在关键的 关键的我觉得能让我兴奋的事情上 哎 做个记录啊 而其他只是重复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记录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啊 我比较开心 第二件事情 我刚才在银行里面汇款 我和这个银行的这个Banker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叫Banker Banker不应该是银行家吗 B-A-N-K-E-R Banker直接是银行后面加个ER 那不可能银行家吗 其实他们只是一个办事员而已啊 不过哎 那不重要 我跟他在汇款的时候聊天啊 我们还互相开起了玩笑啊 所以场面非常活跃很 活跃戏分很好啊 我突然发现这个鱼感呢 英语的鱼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 在你鱼感来的时候啊 你就突然像打通了这个任督二脉一样 就突然你的感觉来了 很多时会蹦出来 你以前不曾这样蹦出来过啊 但是呢你突然发现 哎你可以把几个词突然蹦出来啊 然后组成一个很地道的一个 一个英语口语啊 对方很快就能get你在说什么 而且几乎不用经过大脑 就像中国人之间互相开玩笑一样啊 就是你画的书里一半 我就懂了 后面后面都是带出来的哈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跟跟跟 跟他们聊天很舒服哈 嗯 虽然忙工作 但是我其实 嗯 尽量的有时间 我都是在看YouTube啊 尽量看英文的频道去听去听 因为听多了呀 前一时里面你就会输入很多单词 输入很多句型 以及输入很多 那些口语的东西啊 理语 在你场合突然到了那个点 get到那个点的时候 你会突然溜出来哈 就感觉非常好 所以呢我 所以所以我也是计划 今年年年中或者下半年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YouTube里面的这个中文频道 中文的更新停止掉啊 就换成英文的更新 我知道迈出这一步很艰难 因为我觉得我的口语 其实是不足以去做英文节目的 但是呢不妨去打打点草稿啊 哪怕是我打点草稿写出来以后 我读不出来 逼自己向前向前进 因为有时候人呢 不可能坐这里舒舒服服的向前进的 没有这样的东西 你只有逼自己向前进啊 就让自己脱离舒适区 去尝试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东西 然后等你等你适应的不舒服 你就会从不舒服中体验到舒服了啊 所以下半年我要把英 把中文的YouTube更新 断掉啊 彻底断掉 改成英文 说着说着啊 那就越来越流畅了啊 随着我的注意力往这边去转移 相信对我是有帮助的啊 这个而且我也反复说了很多遍 我要避免我的宝宝以后啊 他的英文非常好 但是中文欠佳 而我呢中文非常好 英文欠佳 于是两人在沟通中出现困难 语言障碍 我不希望啊 有很多华一代和华尔代之间 可能会因为语言障碍 导致沟通不畅啊 因为他们的思路 他们的文化是美国文化 American style啊 我们是Chinese style啊 虽然我一直想拖支拖支 这是个良好的愿望 一直做啊 一直在数量上 可以拖支 拖支进度啊 百分之七十一 百分之七十二啊 但是呢距离那个百分之百 永远感觉都有距离啊 但是他们生下来就是百分之百啊 当然他们在我们的影响下 可能会有一点点百分之一和二的残留 但是他们天然就是American style啊 他们他们不是那种中国人的风格啊 好了两件事情值得开心啊 加油吧 我觉得啊 我觉得在美国今天中午还在跟我老婆聊天啊 说我们在看宝宝的可爱的样子啊 就说我们的人生中啊 什么时间段最快乐 他说之前在广东的时候啊 有有段时间 因为我们工作很轻松啊 然后呢又没什么 没根本就没有压力啊 活在一个没压力下 状态下 每天定期的去去溜狗啊 溜我们那个德木 德国牧羊犬啊 然后呢我们去散步啊 溜狗 然后呢 我就整天学英语啊 然后呢种种花啊 就是生活过得非常的安逸啊 他觉得那个时候是是最好的啊 然后我跟他说 其实那个时候 我有压力啊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未来啊 人与人是不同的啊 有些人活在当下 有些人他完全他活在未来中 像我就一直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 当下我的境遇还可以 但是未来不可测啊 就是未来根本不在你的掌控中 我会一直忧心忡忡的啊 虽然呢 虽然暂时性的 当下的一些舒适啊 也会让我不至于那么的忧虑 但是我会一直把忧虑放在内心 因为未来不可测啊 因为未来总是要来的 是不是啊 呃 而现在说实话 我们现在在在美国 还没有当时那么惬意啊 远远没有当时那么惬意 但是我却感觉到一切都可期啊 未来可期 我却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啊 最幸福的时候啊 可能经济上经济压力上稍微有点大 但是这种压力在我在我看来 完全完全就没有什么啊 啊 就就值得担忧的啊 嗯 我觉得美国非常适合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非常适合像我这样子努力奋斗的人啊 其实也适合懒人 只能说美国适合所有的人 适合所有的师妹王俩啊 你在这里怎么闹都行啊 坐着躺着横着趴着啊 奋斗着奴隶着啊 或者犯罪着啊 吸毒着啊 卖淫着 抢劫着啊 黑命贵着 whatever啊 反正在美国感觉到怎么样都行 美国这个地方足够包容啊 但其实大部分中产啊 大部分美国的ordinary people 尤其是郊区的美国人 我不能谈的市中心的那些 啊 要么鬼怪啊 因为市中心有很多要么鬼怪 说实话啊 各种怪人都有 但是正常的一个 middle class啊 其实他们 他们他们非常好 真的 我觉得他们 应该很感谢或者很自豪 他们 做身为美国人或者 能够在美国 很多人误会 说我说说我在美国 已经是美国人了 我不是美国人啊 我还是他妈的chinese 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现在还不是美国人 法律上我还是中国人啊 美国并没有给我什么呃 这个 国籍或者长期居留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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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卡或者什么之类的没有啊 我只是 我只是某种意义上能够合法的在美国待着而已 其实我不是美国人啊 其实我我也没有想过或者没有奢望说我一定要成为美国人 其实无所谓啊 那个都是形式而已 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你在哪里啊 而不是你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美国人 但是你在朝鲜 你被关押的 你美国人怎么样啊 你是美国人 你活在中国 你是美国人 你活在什么 什么柬埔寨 什么鬼地方啊 那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美国生活 或者你在瑞士 瑞典挪威生活 那你不是瑞士的瑞典的美国人 那又怎么样呢 重要的是你在哪里 你的境遇是什么啊 而不重要而不在乎于你贴什么标签啊 而且而且我觉得 还有很多是美国人是吧 他在美国生活 但是他活的并不好啊 他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主观原因更好原因 他他活的并不好 他活的并不好 他是美国人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觉得身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你的一个人生态度啊 你的一个 你的一个人生态度 真的还是人生态度啊 你你怎么去把握你的人生 你怎么去创造create啊 还有享受 你怎么创造和享受自己的人生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好了 有点喜悦 所以分享给大家啊 嗯 加油吧哈 其实 我今天跟我老婆讲啊 我说 我很 我很满足于 目前这个状态 而且我 而且我深知我深信不疑 今年会越来越好 就似乎我的人生未来 只会一年比一年更好啊 只会一年比一年更好啊 而我而我就不用担心会丢失什么东西 在中国就不一样啊 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有的东西是不是你的东西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社会会会会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啊 哪个政策会会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什么都不可测啊 但在美国其实你别看共和党民主党都都不可开交 一会儿一个这个一会儿一个那个 其实 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 是很小的啊 再加上如果我觉得普通人足够的居安思危啊 就在我今天还跟我老婆讲说 我说我跟他不一样的事 未来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对未来的危机就会就会产生危机感 而他不会啊 就是说也不是说他完全不会 而是他的危机感比我来的慢 我来的快啊 就是我嗅到了危机 我就会开始开始开始有点有一点点忧虑啊 然后就为此而做准备 而不是说整天忧虑 忧虑没有用啊 忧虑只是你嗅到了危机以后 你产生了一种情感而已 但是迅速将转化成行动啊 去去应对去处理这未来可能会 可能会出的出现了一个危机啊 而他对危机的嗅觉 灵敏度又不如我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这么好的一个国家 如果你还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下 具备一定的危机感 去提前锤炼自己 去提前应对啊 去为所有在现在看来 而你想太多了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曾经说啊 疫情全球封锁 哎不可能 你脑子有病 整天起来牛天 而什么护照不能办 哎呀不可能 什么圈子不能办啊不可能 什么断行啊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一切就有可能 地球毁灭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只要能闲下来啊 只要闲下来啊 有点事有点时间 环顾四周啊 看一下还有哪些危机可能会发生 那么如果他发生了有什么预案 那这样的情况下 当你做了足够多的预案 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世界发生了 对你不利的变化 因为你有预案 你有方案去应对啊 所以那些苦难什么的 都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方案应对 当苦难当苦难来了 守足无措啊 当然我想说 有一些不可抗力啊 那就没办法应对了 比如说太阳他妈的 什么彗星撞地球 你也没什么好应对的 你爱撞不撞啊 爱死不死就这样啊 你比如瘟疫啊 什么什么疫情啊 反正口罩也没用 疫苗也没用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接受命运安排啊 就是说 我们只把心思放在我们能够 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上 那些凡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whatever 无所谓啊 你爱怎么搞怎么搞啊 我就听天由命啊 就一条烂命 就好像我妈之前 嗯前几天感染了 她现在恢复了 康复了啊 好消息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啊 我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 经历了这样的三年的疫情啊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命运啊 政府忽悠 我们说打疫苗 你们中国中国人都打了 是不是啊 戴口罩戴了 是不是 这这这这疫情说来就来 如此凶猛啊 火葬场排队 是吧 医院没有病床 我们能怎么办 啊 一伙大蒜可以杀菌 白酒可以杀菌 莲黄青纹杀菌 对不对 他妈的呼吸都可以杀菌 坐外可以杀菌 你就扁吧 你就 是吧 谎言谎言满 满天飞 有什么用啊 所以 该感染就感染 还是感染啊 那我弟弟 啥事没有啊 有些人就是天在外面 混 什么事都没有啊 就就轮到你没事你就没事啊 你的体质就就没事 就类似于说抽烟 有害健康 有些人抽了一辈子烟 他不 他并没有死于肺炎啊 是不是 所以 体质是不同的 人与人是不同的 所以我和我妈讲 哎 放平心态啊 咱作为作为晚辈 跟长辈讲 哎你不要怕死死了 没关系 这样似乎似乎不恰当啊 但是作为一种 我和我妈之间 有时候像朋友一样的啊 去谈这些人生的道理啊 我觉得只能放平心态啊 哎该白费就白费吧 该怎么怎么样吧 当然伤心也当然伤心也伤心 也是人之常情 但也不需要过于的去 呼天抢地的啊 所以 还是那样子 就是说 对于不可抗力啊 我们放平心态去应对啊 你要把我撞 我突然出门撞死了 撞死就撞死了吧啊 也没什么叫大惊小怪的 那别人撞死了 他就活该死吗 我就不该死 他就活该死 对吧 所以对于这种不测的 不可 所谓不可抗力叫 不能 不能预测 呃 不能预测 不能 怎么讲的 三步我都忘了 法律白学的 不可预测 不可避免 三步 忘记了忘记了 这法律白学的 对于不可抗力的事情 我们无所谓啊 那对于其他 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行动去避免 去优化 不可抗力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啊 所以在美国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去生活 没有理由活不好 真的没有理由 别人说哎 你什么样的人在哪里都是 都是废物 你是废物 你去美国也是废物 嗯 这话有点绝对啊 其实有些人就是因为他生不逢死 真的啊 历史上有很多人生不逢死的啊 他如果换一个好时代 他肯定会有大作为啊 还有一些人是生不逢地 生错的地方啊 他原本可以有大作为 但是他生在朝鲜 你有什么作为啊 你就应该生在美国啊 是吧 或者生在哪怕生在香港 是不是 你会更有出息啊 所以你不能讲别人 别人是废物 到哪里都是废物 不一定啊 换个地方 他就不是废物了 相反在美国 那么多科学家啊 大大企业家 你去中国试试看 你就是废物一个 所以我说 人和不如低利 低利不如天使 就这个道理 好了 拜拜